2013花莲便当节颁奖典礼今天中午在花莲市浩克文化会馆前举行 活动中除了表扬获选排名前十的优秀店家 现场也安排发送了180个免费便当 信到不少韬客特别共襄盛举一起推广花莲美食 Unilife在地社群平台在网路上开创花莲人排排站社团 今年7月与深耕在地多年的自媒体花联邦合作 主办了2023花莲便当节 并邀请在地美食部落客与广大的花莲网友共同参与 透过两阶段向民众募集店家公开投票及评分机制 从中挑选出前十名的获选店家 20号中午在花莲市浩克文化会馆前举行颁奖典礼 其实我们是希望透过在地民众的这些经验跟意见的分享 来告诉大家说花莲人真实的心声 所以我们花莲人排排站是每天都会去做一个地方上的生活排行榜 我们从便当店从花莲的学校人数的多寡 到花莲最久的这些可能古迹 我们都会把这种民众感兴趣的内容 做成地方的生活排行榜来跟大家分享 那这次的便当节也是透过跟我们花莲的很多美食部落客 还有我们花莲帮一起来合作 我们透过5636位花莲市民的这些投票 我们一起选出了花莲人最推荐的便当店 这次得奖的便当店都集中在花莲市内 口味从传统知名老店到新兴的健康餐盒都应有尽有 而活动中也安排发送180个免费便当 要让每一位到场的市民都有机会品尝到获选便当的好职位 因为我常常觉得要买便当不晓得跟谁买 那就会想说这个平台应该 来这个群组应该不错 大家会分享他们买便当的经验 那或许万一有一天我想要吃便当的时候 我可以去参考它 分享花莲自己喜欢的便当来说 也是比较少见的活动的类型 所以然后发现说很多家都是自己有吃过也蛮喜欢的 那会不会成为你之后不知道吃什么时候的一个餐客 像那时候榜单公布出来的时候隔天就去吃第一名的便当 那在这边未来我们会将我们美食列入我们在 不管是在观光城市的施政里面 我们希望说让更多的观光客来了解到不只是便当 还有更多的美食能够让大家知道 民间社团发起活动 不仅宣传花莲在地美食也带起观光效益 市长蔚家燕期盼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地方美食行销活动 可以让在地民众与游客来到花莲时作为消费参考 并提升在地店家与民众的连结 记者许立琴花莲时报导